晚生一昧 晚生不学无术 晚生诚心悔过 祈求再为我大明子民 请大人饶命啊 那行 按照圣谕 我不肯主动弃案投名 而被治罪后 真诚心悔过着 可免死罪 但是得写悔过书 当着全城市民的面 宣读毁过书 你可愿意 不愿意就死 晚生愿意 甚好 暂且把徐勉收监 陛下 牛五伯来报 他们已成功收复危害未成 必须尽快抢占旅顺 不然等风动气一到 我们就得等到明年二月解冬后 才能收复旅顺 到时候就会给多尔滚一个冬天的时间 去加强旅顺的防御 另外 我们这边补给 也会产生困难 陛下圣明 臣相信宁五伯会在最短时间内 北上履顺 威海卫收复后 接下来就可以利用威海卫现有的码头 作为去履顺的跳板 和囤积物资和兵力的地方 另外 得按照方略 向威海卫增派兵力 周玉吉他们估计已经开始攻打登州 等打下登州 我进内军就可以沿着庙岛列岛 直接去履顺 遵旨 登州城的剑弩首将 是贾腊俄针和拓 而城中兵力 合计有一个牛路的满洲兵 和六个牛路的汉八旗兵 再加上若干陆营兵 合计约三千人 我们现在合计有七千余人 攻下这登州城是绰绰有余 只是得谨防他们从水路上逃走 这个请建国公放心 建国军水师第一舰队 刘絮涛部 已经率两艘风帆战列舰 往登州而来 按照树木院的方略 我们这边需围住登州陆路交通 防止河托部从陆路出逃 一旦等水上传来炮声 我们就立即攻城 吩咐所有少奇 将少叹距离 扩大到百里之外的黄水 与大河一带 是 快了 等炮一响 登州就会回到大明手里 开炮 诸位将士 我黄黄大明 岂能任狐贼 谢继我汉家城池 随我杀敌 光复登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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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哪里来的炮声 哪里来的炮声 大人 好像是来自海上 海上 传令 立即传令 落下水闸 防止明军水师攻城 大人英明 这只怕是明军水师 又在偷袭 可恨我大清水师 不够强大 故而常被其任意欺凌 我大清 早晚被灭了 这些明狗 竹子 竹子不好了 城外出现大量明军 约马不下五千人马 接着甲 城外也有了明军 被马 传令下去 紧闭城门 顾首带员 牛路鹅真乐客 率我满洲 所有巴鸭 拉上城楼 向明军射重剑 专挑明军当官的射 推着汉军残领 高光辉 在骑兵准备出城迎敌 这 这下城墙 传令高光辉 让他立即 率汉八旗铁骑出城 击退城外明军 干 击退城外明军 我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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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爷 你们这次还走吗 不走了 这次不再走了 皇上已经给登州城安排了支府官 以后我大明的龙旗插到哪里 哪里就是我汉家土地 也绝不容许再丢失 大军得立即出发 刻不容缓 占领旅顺后 就得立即构建营房 准备过冬 在明年开春之前 供应都很困难 还请纪国公做好心理准备 再冷 那也是我辽家的人 叶残总不必多言 二郎们 想不想回辽东 想 想 我带你们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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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令 本国公亲率一万铁骑 待足十五日粮草 奔袭金州卫 副州卫 至盖州卫 趁此敌立足未稳之际 杀他的措手不及 为我们后面立足辽东做准备 叶残总 你帅部留在旅顺营 造防御工事 是 随我杀敌 驱除达鲁 赴我故土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